主要计划中小 年号 十二号 降临 是这样拿着 有期 各位委员 我又来了 我是公民记者 好奇宝宝 这个新意东眼线 我觉得用127亿的预算 来盖着1.6公里的捷运 是完全没有公益性的 上次我听到委员 有两位委员也认为 最高的理想就是不要借 那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些东西 那我是觉得说 大家都听到这么多住户在那里说 这个东西他们有很多的理由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 一直在那里讨论 那我看到我们那边的树 已经被我们那边因为要建这个捷运 很多树都已经被砍头了 因为如果你是要移植的话 移植应该是好好的修剪 可是如果委员有去那里看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那边的树 是变成多么可怜的状况 如果一个树要好好的移植 它不应该是像现在这样的状况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这边的树在这个广池国外院 已经有40几年了 那些树不是从一棵小树苗 开始种的 也是有一定的高度 那是不是有做过这个老树的这个鉴定 我知道没有 可以告诉我说 我们有做过这边的老树鉴定吗 有去提出来向文化局去讨论吗 在那个玉城公园 有一棵玉兰花树 好高 几层楼 三层楼的高 也是被切得实在是难看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做好一个移植的话 也应该照规矩来 好好的去移植 以上 这是我的成请 希望 刚刚有一位小姐 她希望进来成请 那她说以前我们要有什么话说都可以 那现在她不能进来 那她写了一些 给我 我不是 我念一下 她说去年呢 她说刚才捷运局报告所谓的 按照都委会专案小组第四次意见 去和地主开会 做成南策地主同意 按专案小组第三次 三千多瓶平方米去参加连看 是不实际的 那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反正大家都有很多话说 大家真的要考虑 这个地方离 那个 向山站跟泳村站 已经是这么近了 我们这个地方何德何能 再花这样的大的 这个公帑来做这条 这么短短的全世界最高的捷运站 以上报告到这里 那我也想去监察院去 去这个监 去检举 这个台北市这样做 实在是太 太浪费公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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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